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率领内阁团队总词 今天也主持任内的最后一次院会 他送上茶叶茶壶免令阁员继续耐高温泡出好茶 三度鞠躬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气氛有些淡淡的哀求 因为这场院会后行政院长苏贞昌率领内阁团队总词 卸下1478天的隔魁 告别礼物是茶叶和茶壶 苏贞的礼物隔原本心领了 政务委员张景森就曝光苏贞的小卡片中 把人生比喻茶壶不好做容易破 但自己要先耐住百度高温 这茶炮好都是要分给人家 分得不好还要被见怪 最后剩下自己满肚子渣 似乎话中有话还有这段 这话也间接说出在野党的抨击 内阁变动幅度不如想象的多 尤其几位争议人物像是前级众薛锐元都被留下 这才是薛锐元而新内阁人士局系人马使则入列 传出前局下指导旗 我们这种分级非常清楚 我们没有推荐 苏内阁下台一局工 毕业大合照后主帅换人做 苏贵的心声以赐钱泄了出来 TVB学院于武器李国真理 作为SNS小组台北报道 最终来看今年兔年的国运签 南昆生戴天府抽到的如何解析呢 详细用家里记者韦佳琪 今天是开工日 那么当然很多百工百业都开始动了起来 不过不少人也很关心 到底今年国家会怎么样的运作方向 但其实在新年期间呢 南昆生的戴天府就抽出了国运签 但台北市议员侯汉廷是这样解读的 我们那里看到的是今年抽出的国运签是这一支 是叫做唐太宗令 妩媚娘赏花 但是看在台北市议员侯汉廷的眼里认为呢 还记得吗 2015年当时抽出的国运签是武则天作天 而2016年总统蔡英文去时当选了 那么这一回抽到的是 妩媚娘贬回财人 难道是在说总统被打回原形 回家赏花退隐山林吗 他说这个签诗里面呢 还有一个地方呢 是百花魁的部分 他说如果在野党 如果在春天整合 那么百花魁是不是就能够出现了 他说如果在野党 在春天整合早点确定人选的话 像是呢 不管是蓝白河 或者是蓝营推出最强的人选 大家全力支持 那就会有希望 但如果越拖越晚 又发生了内斗的话 那么绿营就有机可乘 能够继续胜选 不过这样子的解签师方法 也是民间习俗 大家也可以听听参考一下 行政院长苏文昌总辞 而新任的行政院长陈建仁 在明天正式走马上任 今天也公布完整的内阁名单 最新浪点是参选嘉义市长失利的李俊逸 前北市议员阮昭雄都入阁 即将接任行政院长陈建仁一大早 还是到教会报道 不过要接棒第一件处理的事 准备发六千红包 原定四月发可能提前发放 这当然前提是立院刘全 一切顺利 因此三十一号上午陈建仁一就任 马上就要去立院拜会立法院长游席坤 而内阁完整名单也出炉 最新亮点是参选嘉义市长失利的李俊逸 转任劳动部次长 前北市议员阮昭雄 担任乔委会副委员长 学者李全出了外交部次长 只是正名单 我们希望蔡政府的内阁 不是一个只重视选举 只重视派系第一 只重视分官位的一个内阁 痛批根本换汤不换药 不过全内阁说 这是为了顺利衔接政务 另外防疫五个月天也传出要大风吹 周志浩接卫福部常务次长 庄仁祥升集管署长 他们内部的这个部里面内部的调整 当然还是要看他部长上任之后 再去做相关的这个讨论 新内阁明天才上任 那所以这些部内的 卫福部部内的相关的人士 要等到明天之后 才有可能开始讨论 防疫五个月天单飞不解散 新内阁中处处可见老面孔 TVB的新闻李国圈李子恒台北报道 还有我们的两岸路线要开始变动了 前台北市议员梁文杰正式入阁 接任入委会的副主委 而他的作风被视为更偏向鹰派 也引起国民党的反弹 民进党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然后让在野党来做 结果民进党还要拴在野党 经久接近这颗做好的球 国民党扣杀取分 但这一切被质疑全是套路 接龄还是要细龄人 那我想这个到底是谁去设计 这样的门槛 那我想他们自己应该知道 要怎么处理吧 暗指大陆政治操弄 国共向门会商之后 正式恢复63家台器产品输入 像是爱之味 魏权 郭元毅等知名品牌 统统放行 然而主导 两岸情势的陆委会 新任副主委梁文杰 遭到来因反弹 独派立场太过鲜明 身为大陈一包第二代的梁文杰 是三届台北市议员 两岸相关经理 当过民进党中国事务部副主任 以及两岸政经学会第一届秘书长 不过却被爆出副主委这位置 是传闻曾跟他前往澳门 接受博弈大亨招待的郑文燦 帮忙要来的 他没有跟我讨论过这个职务 所以在沟通的过程 其实我并不是 没有参与其中讨论 所以我也不知道 在过程当中到底是 谁推荐他了 他对中国事务 是一个长期研究的 在这个中国事务上面 他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而另一方面 玄缺两年半的海集会动作 由保有国民党籍的李大为 回国就任 值得注意的是 海集会停办三年的台商春节联谊 也将恢复举行 跟陆委会一个当白脸 一个当黑脸 似乎希望抗路同时 也能留住台商的心 在内阁新人士的部分 我们也观察到国安及两岸外交体系的异动 其实非常小 蔡英文总统在这个部分 有怎样的考量呢 再交给佳琪 我们分析 新内阁今天上线了不少的部长 都已经是换了人做做看 但是在这国安的三首长 却是没有变动 有人说这就看得出来是总统蔡英文 维稳的风格在线 我们看到这一回 刘润的三首长 包括了谁 包括了国防部长邱国正 那么还有外交部长吴交谢 以及陆委会主委邱泰三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邱国正的部分 由于近来呢 共击频频扰台 对于台湾造成不小的威胁 台湾局势升温 再加上义务兵役的延长 还有美国军售的延宕 目前为止 对于国防而言 都是巨大的挑战 也因此现在不动 也许是希望延续政策 也希望维稳军心 再来就是外交部长吴钊燮 之前是传出呢 驻美代表 萧美琴很有可能 会来接任这个位置 不过最后证明了 这吴钊燮是没有被动到 尤其是现在美中台交锋 再加上这个麦卡锡 这个议长 有可能要来访台 造成的冲击 就外交要审慎评估之外 还有布林肯呢 二月就要到大陆去了 以及总统出访 要不要扩进美国 这都至关重要的外交手段 那么也因此让他留任 继续希望能够在外交维稳 那么再来就是 落回就位邱泰山了 虽然呢 这两岸的官方是零互动 但是小三通是不是要扩大 两岸的航点 随着疫情趋缓 之后要怎么样来通航 我国的食品呢 到大陆去 现在有没有可能解禁 都要靠陆委会 那么现在这三位首长不动 他们说再在显示出 现在国防外交陆委会 驻美代表已经 国安会秘书长都没有动 总统就是希望 能够维持平稳 让他的任期最后一年呢 在外交国防上呢 能够稳定军心 前台北市长 柯文哲正式退休 行程也满党 这次他也不再拒绝 台北市长讲万安了 确定出席 二月五号台湾灯会的开幕式 而且还要找时间 跟市府前首长们 去逛灯区 看到蓝雀随风展翅 顾不得警卫制止 民众闯管制区 先拍再说 台湾灯会主灯灯区 还在准备中 大家迫不及待 就连前台北市长 柯文哲 这次也不拒绝讲万安 将要参加开幕式 在柯前市长的任内争取到的 当然更是台北市 在这个疫情解封之后 第一场的国际的 大型的活动 所以柯前市长 当然会用市民的身份 来共襄胜举 也会规划自己找时间 跟以前的局处首长 以前的前同事 一起逛灯会 毕竟是自己任内争取到 柯文哲三十一号晚上 先参加灯会相关活动 二月五号 预计跟市长蒋万安 总统蔡英文 出席开幕式 之后还会找前副市长 黄珊珊等前市府首长们 一起逛灯会 加上二月一号 柯文哲正式退休 时间全都空出来 还要走白沙屯 妈祖绕境 2014年首次选台北市长时 柯文哲就曾参加大甲妈 现在要挑战 2024总统大位 他也将初次参与 白沙屯妈祖绕境 从二月十二到二十号 全程走完 从基层先打底气 另外二月二十五号 还要挑战一日北高 整个二月行程排满满 积极暖身 维持曝光度 不过他可能的对手 新北市长侯友宜 被问到国民党初选 预估三月起跑 相较侯友宜低调态度 备战二零二四 柯文哲二月退休后 全面动起来 而民进党经过八年的执政 被认为同一个世代的接班梯队 几乎消耗殆尽 反观国民党下个世代的接班人 有哪些呢 再把时间交给佳琪 关心2024总统大选的人选之余 也带您看看 国民党的接班人选有哪些 尤其在接班梯队上 现在似乎都有共识 要先去参选才是第一步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这一回点将的有四个 党内的中生代 包括台北市长蒋万安 那么还有立委张启晨 以及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还有桃園市的副市长苏俊碧 在蒋万安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过去曾经担任立法委员的他 站在战略的制高点 但从政性格里面是四个人 相对来讲比较保守 精力也比较嫩的 他没有所谓二零二四 要挺朱立伦或不挺朱立伦 但讲到朱立伦跟他闹翻的 恐怕还有当时在挡回选举 跟他一同竞争的国民党立委 张启晨了 曾经当过政院发言人的他历练 是相当完整 有中央跟地方的经验 但是因为台中派系的关系 他现在没有办法轻易离开台中的地盘 也可能成为他更上一层楼的阻碍 那么再来就是宣布要参选立委的罗志强了 那么他已经宣布要参选立委 当时他在桃園市长之一 是直接来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撕破脸 所以他下一步也备受关注 最后就是桃園的副市长苏俊斌了 曾经当过行政院发言人 最具政治谋略 跟最接地气 但他的弱点就是到现在选举 没有赢过一次 但是他挺朱立人的 其实是最明显的 目前他们党内的共同认知 接班人 如果你还想要更上一层楼 唯一的途径就是参选 财势王道 如果看完了政治新闻 你觉得有点腻 不如换个星期来加入我们的 TVBS娱乐APP 扫一下换换你的心情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